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A股羽化成仙,港股肉火重申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亞恆子大升了966點 收報26339點 成交有2507億 大成交大升幅 突破了重要阻力區和250天線 所以今天港股肉火重申 港股之所以能夠肉火重申 有賴於A股 A股今天升勢5% 近期最近垂直90度上升 所以我們說A股今天是羽化成仙 好像飛仙 由於A股最重要的帶動港股 所以我們今天看上證指數 大家看上證指數這幅走勢圖 羽化成仙 這幾天 特別是帶入了7月之後 大踏步上升 最主要是內地的政策上高 以及PMI數據好 譬如政策上高 就是有減了息 還有准許那些銀行 所以是內地地方政府發債 然後補充地方銀行的資本充足率 有一個訊號是可以透過銀行支撐的實體經濟 總統的訊號加起來 就形成了A股近期 強勁的升勢 羽化成仙 一踏入7月份 就由3000點 現在升到3332 短短幾天間 指數上升超過10% 突破了之前 2019年4月的高位3288 突破完之後 去到你看 就要看周線圖 這幅是周線圖 突破了位上來之後 這個3288升穿了 上網多少 大位來看大概是3600點 3587是上的高位 那個是2018年初的高位 2018年初廣估 都升到333,000多個位 這個有沒有機會衝上去 以近期的軌跡來說 當然是有機會 但是未必是立即的 為什麼不是立即 是最近內地大成交大衝上去 內地今天的成交 互心兩市加起來 有1.56萬億 正確來說是15661 1.56萬億元的大成交 人民幣 那麼大的成交額 是五年以來最高的 之前一下子衝進去 大家都知道 內地一向都是這樣 一放就亂 一亂就收 一收就死 當然這次不會收死 因為整個金融市場突然會旺返 因為爺爺想什麼 引到資金進入金融市場 因為有很多股市集資 他需要資金去金融市場幫助企業 例如中芯 其實中芯集資 有400多億人民幣 絕一下去幾天之間就搞定了 明天開始 即是內地線上線下認購 定價很進取 其實百多倍市盈率 所以要氣氛好才能成功 現在引導一些企業 還有一些中概股 不只是來香港 亦可能有機會回到內地 以及搞了一個科創板 諸如此類 一連串的金融改革 都需要有資金 有水的金魚才會活的 所以搞到內地的股市 近來就是一支箭錶上去 一支箭錶上去之後 短期來看當然是好事 短線破了位置 但如果你看遠一點 我特意拉長一點的圖給大家看 你看14RSI 今天講的全部RSI都是14RSI 無論是14週或14天 現在14天RSI 其實已經去到88.2 短線都開始超賣了 當然了 垂直這樣升 短線反而要小心一點 中線就繼續反覆向好 看著可能前浪頂 前浪頂剛才說的3587 你當它大概3600區 你看周線圖 雖然今天星期一 這一周來講未完 所以周線圖71.7 14RSI未必做得準 但如果用這個位置 3332這些水平 來本周收市的話 14周RSI 就71.7 都比較高了 但日線就肯定很高 就算周線那個不是都很日線 所以短線就反而 這些5%大的升幅 5.7%有多可出現 這麼大型的升幅之後 反而可能短線有機會休息 但中線就向好 好了 互深300指數 其實一樣是一支箭的飆升上去 其實過去幾個交易日 深淨成分股和深淨創業板指數 沒有升那麼多 因為升了一些傳統股 那些傳統股的落後 那些股份是重磅的 所以就在上映指數和互深300指數那裡做好 這個互深300指數來看 你又是一支箭 乳化成仙 一下子升上去 5.67%的升幅 問題是14RSI 它更加超賣 多一點點 88.4 剛才上昇指數是88.2 88.2 互深300指數是88.4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可能有些回徒壓力 你衝上去 衝得多少 90RSI 不是不行 其實那些很超賣 很超賣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它overbought的那麼緊要的時候 就有機會會回徒 要怎樣呢 就等於現在要耐心一點點 等它回徒才買都未遲 回來看看恆指 恆指短線很好 破了位的 我們沒有那麼超賣 我們只是70.2 即是14天RSI 還有機會 可能衝高多一點點 好像對上一個短線點的目標 可能就是26805點 26805點 就是之前 我們跌下去之前 3月5日的高位 今天回補了下跌裂口 2月3日低位 升破了 這條是250天線 升破了 26,000 26,100區 升破了 站在其上的話 3天就確認到 估計這麼好的氣氛之下 應該都確認到 短線目標26,800 2月2,800 再高一點點 就是今年2月高位 2,800 再高一點點 今年年初高位是2,900 這些A股如果衝上去 3,600區的時候 我們就有機會 上到2,800,2,900 因為我們都是駛車邊 跟A股走 所以都要看A股 今天港股也是成交 剛才說了 A股成交很大 短線來看 兩個都超買 不過港股沒有這麼嚴重的超買 由於成交很高 所以最利好的股份 就一定是什麼 就一定是一些證券股 所以 好像光大證券 這些 今天再升30% 很厲害 當然厲害 連續三天大升 7月2日收市位 都是5.6 今天是11.7 升了一倍又多 但是你要看 14天RSI 92.8 去到今天 如果先來追 風險就比較高一點 短線來說 中線如果A股繼續上的話 或者成交繼續大的話 當然利好中資證券股 特別它也在政策上高 因為今天為什麼中資證券股沖得這麼嚴重 就是內地有一個政策 就是融資融券 那裡利好他們 所以他們可以做多些生意 所以今天又衝得很厲害 一大片 中資證券股也會升 第二就是招商證券 還有很多 如果你大的話 始終都是6060 就是中信證券 如果不是的 還有就是中信見頭 一年 就是很多證券股的 隨便你選擇 我就覺得大的 中信證券 講完 如果你要冒險薄的 當然光大證券 這也好 但我再提醒大家 現在是92.8 RSI很高 所有證券都希望 如果你有些回吐 才再吸納會好些 第二類升得比較厲害 上星期五旗也講到車股 今天就吉利升得厲害 因為他今天原來有一個公佈 就是未經審核 6月份總銷量 包含集團擁有50%權益的領克汽車 總銷量是多少 6月份是11萬部 按年增長了21% 按月增長了1% 11萬部裏面 11.01萬部 即11萬部 當中有8750部 是新能源電氣化的汽車 電氣化汽車 它都有做電氣化汽車 而且銷售都不錯 有8750部 所以又刺激到股價上升 升到這樣 其實它都是超買的 79.9%的14000RSI 挨近80% 但是它是一大堆 今天狂升的股份裏面 就不算嚴重超買的 79.9% 也不嚴重 因為其他更加嚴重 其實都是這樣 其實都是嚴重的 都是後低級纜浦 車股裏面 如果是新能源汽車 就比亞迪 如果是豪華車 就是華晨1114 如果是傳統品牌汽車 就是吉里 大家可以分到來選擇 另外一類是因為A股升得好 內險股會做得好 內險股 國售今天再升14% 這是傳統受險股的首選 也是超買得少許 80.7% 都是後回套才買 就是理想一些 另外 既然說到傳統受險股 即是非傳統 有的非傳統就是6060 仲安 仲安今天又升十幾% 那隻又是說 上半年的業績好 因為它增長超過一倍 大家要知道 增長一倍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上半年度 賺三千多萬 真的很少 下半年度虧損 所以去年全年度都是虧損 今年的上半年度 增長一倍 你預計它有六七千萬 但市場就為之很興奮 非傳統的 綜安會好一點 傳統的 如果說穩穩陣陣的 就是國售 不過現在20元 因為都比較超買 那就後回套吸納 還有內房股 內房股就是 恆大繼續再升8.5% 亦都是超買88.8 這些都是後回套吸納 還有很多其他股份 不能一一進六 再講一個板塊 就是高鐵基建股 今天中車時代 38.98 升上28% 中國鐵建股 都升11.96 即是12% 中國中鐵 都升8.9% 最主要原因就是 上半年全國鐵路固定投資 完成了3258億元 超過去年同期 就38億元 同比增長1.2% 你看到幅度不大 但你知道上半年 因為疫情 所以其實有增長 都不錯了 爺爺都是投資金 所以刺激 今天一連串 中國高鐵基建 相關的股份 都是升到的 好了 還有一些 如果再有一點時間 還有一些 小型的地方銀行 或者中小型的銀行 好像折商銀行 今天一度升到40% 另外招商銀行 鄭州銀行 尊信銀行 那些都大升 光大銀行 都升兩成 最主要原因 剛才有說過 利好些銀行股 因為 爺爺准許地方 政府發債 去填補那些地方銀行的資本 那個充足率 那就是利好些銀行 所以今天銀行股又發威了 所以你看到 證券、保險 銀行的金融相關的股份 由於這些股份發威 就是市值大的股份 所以就恥憶到 上陣指數的大升 那帶動港股 最後 其實中線是好的 結論是中線是好的 不過短線有些超買 特別是A股 一天升了 整個5.7% 很少見的 成交股 仍然都會有高的 但是升幅比較大 超買大家要小心一點 後低吸納就會好一點 內地股市 中線上陣指數 可能有機會上去 上去 3600區 上一個高位3587 恆子現在突破了 250天線 26100區 短線上往到26800 甚至乎高一些 中線一些 可以去到2800 2900的水平 好了 今日時間關係分析 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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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看